包括了在整個亞太地區的海域 非常熱鬧 你看光看我們做這個圖 你就知道 怎麼會有這麼這麼多的 航空母艦在這裡呢 來包括了雷根號航母 本來就在橫須賀港 那最近林肯航母 現在在西太平洋這邊 那包括了還有卡爾文森號的航母呢 也要在那邊來會合集合來做演習 另外還包括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兩棲攻擊艦 也有兩艘是準航母的狀態 因為它上面可以有F35的垂直起降的功能 大家覺得說你美國部署這麼多 甚至還有美國的前高官 軍事的高官就說 我們部署了兩打的F35就在這裡 我就問一下楊老師 這時候部署這麼大動作 我想到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中國的農曆春節 第二接下來就是北京的冬奧 美國這時候的部署有它的用意在 也有它的宣誓意味 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簡單 美國過去在打戰爭或者在準備 某一個區域進行就是說戰爭的時候 它都會在另外一個可能會發生衝突 或者是戰爭的區域 做同樣的軍事的威嚇 所以你說俄國那邊很危急 但是亞太這邊它就擺了 烏克蘭問題海軍用不上 美國其實現在我覺得從現在開始 美國不管烏克蘭問題怎麼解決 美國已經不敢進黑海 因為黑海過去在這一兩年 澤倫斯基跟拜登 尤其是今年去年的時候 他在黑海做的演習非常的龐大 甚至連戰略轟炸機都去 在美國的媒體報導當中 都大概有提到這一段 可是呢都沒有去分析 這個東西會對普京產生怎麼樣的 一個壓力跟衝擊 現在這個烏克蘭的情勢 可能會發生戰爭 因此呢這個海軍用不到 不管是黑海還是波羅的海 那你只有 其實陸軍也用不到了 美國在德國就是駐軍大概是3萬人 也來不及去做反應 因此你現在他過去才在 比如說從這個冷戰的時候 到就是說冷戰後 他在中東如果真的準備 發動戰爭的時候 他都會在其他區域不足 他足夠的嚇阻的這個力量 可能是針對北韓 也可能是針對俄羅斯 那可能是針對南海 這一次很清楚 你看這個3加2 也就是三艘空空母艦 兩艘兩棲攻擊艦 3加2我覺得他這個 所有的這個戰鬥群的軍艦 加起來起碼超過30艘 對不對 因為一個航空母艦 大概至少就6、7艘到10艘左右嘛 起碼超過30艘都在這邊 為什麼 歐洲用不到 把他放哪裡 然後呢中東他現在就慢慢這個淡出 慢慢的淡出 中東也沒有什麼形式要使用到這個軍艦 所以現在都把他派到這裡來 做相關的這個演練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既不是魚汛旗海巷 其實也不是那麼穩定的情況 沒有什麼道理說現在開始在這邊 放置這麼多的這樣一個軍艦 所以我覺得是他過去的一種 就是軍事威嚇 美國怕打兩場戰爭 美國也不敢打兩場 同時打兩場戰爭 但是他的軍事力量是足以 去進行一場戰爭 然後呢在另外一個區域呢 去嚇阻 那當然好嘛你嚇阻 但是我也不需要去跟你打嘛 可是他這次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派就是那個驅逐艦 進入到西沙 對 就擦槍走火的可能 擺了這麼多軍艦就有這個危機 美國人堅持叫做自由航行 各位自由航行是危險航行 自由航行是美國航行 這個從70年代 卡特的時候就開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國際法的這個機制開始建構 許多國家在剛開始的時候 1982國際海洋法這個確立之前 甚至還會宣稱這種200海里的領海 有的會宣稱個50海里的領海 當然那是刻意 要去製造一個新的叫做 專屬經濟區域的這樣一個制度 後來國際海洋法的這個制度確定了 領海12海里 外面再加12海里領接區 領海當然就是你的領土 就是你國家主權所在 領海跟領土的以上就是領空 那這是絕對的就是屬於這個國家的 這個政治跟法律的主權 不可侵犯 但美國就反對 美國認為說 這個領海還是可以進行 所謂的軍艦的無害通過 但是呢許多的國家在實踐上 因為美國那時候堅持 雖然他最後沒有加入到國際海洋法這個機制裡面 他堅持這樣 所以那個持續用得很模糊 但是大多數的國家實踐都用他的國內法 就表示說 我進入到軍艦進我領海 要不然你就要跟我事前通知 要不然就取得我的事前同意 中國大陸是要事前同意 台灣是要事前通知 這就是我們的國內法 因為海洋法很重要是 你任何進入到這個三塊水 你要遵守這個沿海國的這個國內法 但美國不管這套 美國從70年開始 因為它是個海權國 它怕你那個領海啊 或者是什麼太過擴張 影響到它的海權的這種影響力 所以呢 它就不斷地透過這個機制 它就叫做自由航行 這個很有歷史 但是現在自由航行呢 只針對中國大陸 去年有一艘軍艦跑到印度去 也被印度政府稍微抗議了一下 但在這個時間點 針對西沙 因為西沙不是南海 不是那個2016的國際仲裁法庭 所處理的這個範圍 西沙當然沒有任何的這個爭議 的就是說這個島嶼的這個主權 那但是呢 他還是堅持說這個自由航行 我覺得這個自由航行 在現在的南海 跟面對 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 自由航行已經變成危險航行 你覺得中國大陸還能夠忍受 這樣子的情況是到達什麼程度呢 因為我看到一個牛攤琴這個公眾號 這個是大陸等於官媒的一個 微信公眾號 他就講到第三個他說 如果忍不如可忍的話 克制是有限度 不排除某個時刻 發生我奉命撞你箭的極端事件 固然有戰爭的風險 也奠定了南海鬥爭的新規則 就是已經講到這麼白了 以後如果美國再做自由航行 在南海或在南沙或西沙的這個島嶼上面 你很可能就會看到以前我們台灣跟日本那個 海上保安廳 海巡署這個船艦 相互再去靠近 但是都會很克制的不會去發任何一個炮彈 那個點多只噴水炮而已 然後呢最後弄個水炮相互去抵制一下 但是軍艦這麼搞是不行的 軍艦不可能噴水炮啦 對啊軍艦這麼做那會變成笑話的 軍艦這麼一靠近的時候呢 我覺得其實美國就要退縮 美國就要去思考 你繼續這麼做 會造成就是刻意的軍事衝突 那這個不是說軍事意外 這是你刻意製造的軍事衝突去點燃的 那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真的會一觸而即發很危險 對我們剛才看到這個軍艦 還是大家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威脅 不過最近有一個不尋常的 美國把一向看不到的核潛艦 故意亮出來放在哪裡 看到我們這邊關到這邊 在過去的這個核潛艦 是很少公開這樣直接曝光的 然後呢居然還有 這個他們的所謂的軍事的官員在講說 這是代表什麼 我們可以放100多枚的核彈頭 放在你家門口 你渾然不知 而且無可奈何 反之你們對方做不到 或是很長時間做不到 我現在請問一下這個委員 你覺得這時候故意說 那是說我的核潛艦在關島這邊 其實對中國大陸很近 離北韓也很近 他到底是要對誰來喊話 他要證責什麼東西 當然不是對北韓 當然是對中國大陸 這麼多的軍艦的一個聚集 以及演習 他的準備時間規劃時間至少要半年 換句話說今天這樣的一個動作是半年前就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才能夠把各種的軍艦調到這邊 做一定的部署做一定的演練 那也才會說你看我的美國潛艦亮給你看 我有一百多枚核彈頭 其實一百多枚核彈頭你放在誰的門口意義不大 美國的核彈頭是好幾千枚嘛 而且都是所謂的洲際導彈的性質的 那你這種核彈頭 從美國的本土或者任何一個海外的核潛艇來發射 要攻擊中國或者俄羅斯啊 這個是沒有距離的一個限制 效果都是一樣的 一樣道理啊 中國大陸的核彈頭 或者現在所謂的流行的超音速 什麼超高音速的這些載具啊 跟俄羅斯的那個所謂的打擊系統啊 他即使沒有放在海上 放在中國大陸俄羅斯西伯利亞 造成會對你美國造成很大的威脅吧 所以談到核彈頭 放在說誰家的門口你都不知道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意義 這只是一個什麼 美國人很習慣 美國軍人就有個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說 美國軍人是全世界最愛碰轟的軍人 但是美國尤其是陸軍 從來沒有打過什麼像樣的勝仗 越南嘛打得很慘敗很久不說啦 最近在阿富汗更是一塌糊塗啊 美軍打陸戰很慘 那至於說美軍打伊拉克把海山幹掉 基本上是海軍的功勞大於什麼 陸軍理由很簡單嘛 他航空母艦出來的 已經把那個伊拉克幾乎是解除武裝了嘛 所以剩下的美軍看起來是好看而已 注意到我再強調一次 美國的陸軍是沒有辦法打長期戰爭的一個陸軍 那你用的海軍在那邊部署的老半天 你說你要毀滅誰 你要炸誰 那先問問看你美國現在的防禦系統還管用嗎 美國很多的高級將領已經說了 我美國本土是不是能夠擋得住或者避得開 俄羅斯的核武器導彈或者中國大陸的新式的導彈的攻擊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講那個意義不大 但是他在西太平洋這樣的招式固然有所謂的這個在西線無戰士調到東線裡面來耀武揚威 所以這個可能性存在 但基本上是見指中國大陸 這個我們不用去隱晦 就是秀給你中國大陸看 要打 我有什麼本事來打 你有多少本事跟我打 第二個 他故意到西沙群島去挑釁 西沙群島他的那個美軍的軍艦走的兩個地方 一個故意通過你的領海 那講的是所謂的軍艦跟無害通過 我不需要通知你啊 我也不需要申請你的許可啊 不只如此 還通過了西沙群島所謂的內水 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領海就12海里嘛 然後每一個群島本身都會根據12海里 劃出所謂的領海基線 可是這種群島的特色 經常會有什麼 會有島跟島中間的距離加起來超過什麼 超過24海里 或者甚至加起來不到12海里 那個這個叫內水 所以這種在領海基線裡面的內水 他故意什麼 這一次也故意給你通過啊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我不得不說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 自治力是超強的 但美國也會覺得你NO 為什麼因為美國 擺那麼多在你家門口這樣子 美國人習慣上是打什麼 打那種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就大家 幾個標形大互相衝撞 大概中國習慣打太極拳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美國的軍艦 就像剛才有明兄講 到黑海靠近克里米亞 然後經過克里米亞半島的領海 你看俄羅斯會怎麼反應 先前不是就有一個實戰警告 那是英國的 那馬上夾著屁股就走了 可是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很沉得住氣 竟然什麼事都沒有 當作沒回事 可能中國大陸戰略考慮 第一個就是說 我現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冬奧 我的春節 所以我忍一忍 反正這個可能中國大陸的網民 對於西沙群島長得什麼樣 也沒有什麼太強的概念或反應 就故意就不理你了 那不然像是不是在另外一個島嶼外面 大陸的軍艦故意來撞你對不對 所以他完全沒有動作 第二個可能是大陸現在是一切求穩 因為他今年二十大要召開 二十大可能十月等等來召開 所以一切求穩的情形底下 就是減少不必要的衝突 雖然有所謂的官媒牛彈琴 講這個講那個 但是美國要的效果是什麼 我在美國國內我可以宣傳 你看嘛 我美軍多勇武啊 你看你解放軍啊 坑都不敢坑 你解放軍是撈的 我美國是強的 美國要的是這種宣傳效果 但就軍事來講 他當然會對中國大陸 會造成一定的壓力 可是大家在觀察 中國大陸做什麼反應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有個特色 就是說他上下一心 沒有人會對這個事情暢反調 上面決定說我們就忍一忍 底下人也不會暢反調 那上面如果說 好 我們給美國一點顏色看 底下人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意見 以前早年在中國大陸 會有很多叫我們他們叫什麼 精美分子 就是中國大陸內部極端親美的分子 經過這疫情以來 這些人每一個人都是用閩南語叫 雞嘴 密阿嘴 雞嘴巴都變鴨嘴巴 以前這些人在中國大陸都吹噓 美國的體制的優越性 所以嘴巴都閉起來了 現在這些人 不要說屁都不敢跟一聲 尾巴都夾到哪裡就看不見了 也有一批驚日分子 把日本捧得高高的 然後講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論 現在在中國大陸網民的 民族主義的情緒興起之後 這些人也都不見了 所以變成中國大陸 現在只要把自己的東西搞好了 它是一個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這種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要求老百姓後的軍隊 忍一忍是做得到的 也不會擦槍著火 那美國趁這個機會 想要表現表現 也有美國內部政治上的需要 或者甚至給盟國看一看 所以不要把它揣摔說 這個是表演給北韓看 哪需要表演給北韓看的 北韓那個是什麼衝啊 那不需要表演給他看 這一堂光這樣的演訓 你問問楊教育值 大概花多少錢啊 那美國現在動不動 幾百億幾千要花了 這還是很傷神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國只是要達成 他的政治效果 以及軍事展示肌肉的效果 但是敢不敢跟中國大陸打 到底要打什麼 打南台嗎 那有什麼好打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一個南韓 一個什麼 一個台灣嘛 這兩個地方 那南韓基本上 北韓如果沒有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點頭 他也不敢做什麼越軌的動作 所以那邊相對安全 但台灣不一樣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台獨化 相當程度啦 這個蔡英文是一黨沒有專政 一黨執政的一個架構底下 他已經逐漸在衝撞 中國大陸的底線 就剛好碰到中國大陸 這一段時間裡面也要一切穩定 所以他怎麼玩的話 中國大陸大概來個相應不理 真的問題是2021年開始 是一個崭新 2023年才會是一個崭新的局面 中國大陸20大開完啦 東澳也開完啦 那剩下來他要達成了 所謂的經濟成長 應該到2023年 中國大陸的GDP 應該會到達1萬5千塊美金啦 那這個時候整個局面 又不太一樣了 所以剛才委員講了 末日時鐘今年100秒 那明年2023年是80秒 不過我要強調 這個末日時鐘不是世界的末日 很可能只是台灣的末日 這個嚴重啦 這個害怕 但是我們剛才在講到 你說你在家門口在海邊 擺了這麼多3加2的航母 但是另外一邊大家也注意到了 現在中國俄羅斯 還連了一個中東一個大國 伊朗要來做軍演 而且在哪裡 在波斯灣 這過去人家說中東 也是美國另外一個後花園 後院啦 他說這俄國的太平洋軍艦 跟伊朗還有中國要舉行 聯合海上軍演在最近要演 2019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那時候 就有做過這樣的軍演 但這次特別強調是升級 而且我看到俄羅斯的 包括他們的指揮官 相關的人員也特別講到 我就是針對美國來的 對 因為這一次的軍演 是第二次啊 而且是比較升級 他這個主要是要演練的 就是封鎖跟塔封鎖 因為如果說 這個伊朗的核協議的問題 因為現在大陸已經很明白了 前一段時間不是中東六國 到剛剛有明兄有介紹解釋了 這個中東六國到中國大陸 談合作的問題 跟海灣國家 就是海河會的國家 談了這個FTA的 因為他們要訂了一個 三年時程的問題 然後跟這個沙特 就沙烏地阿拉伯 跟科威特還有土耳其 談一帶一路的問題 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跟伊朗這個國家 跟伊朗他就有談到 有關於伊朗的核協議的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支持 這個全面性的回到伊朗的核協議 然後25年的 跟4000億美元的計畫 已經宣佈了在1月14號 正式啟動了 這就是他們這一次去的一個原因 好 正式啟動的意思 也就是伊朗要開始大量的供應 原油給中國大陸了 中國大陸的這些商船 基礎建設的這些船艦 都已經要陸陸續續進入伊朗 因為他們當初簽了這個 25年的4000億美元的這個合作 是要蓋地鐵 要蓋機場 要蓋發電廠 要蓋基礎設置 要蓋互聯網 這個全部都要鋪起來了 那你想想看 全面一件都要鋪起來 而且他們這一次是以貨一貨 而且呢以人民幣 作為本幣的交易的計算 也就是不採用美元的交易預算 4000億美元的 25年的原油 用本幣計算 然後用貨物直接的交易 這樣的話可以減少縮短 中國大陸的企業 承接伊朗的這些工程的時候 受到美國在海外 特別是美國的政府要求 美國的金融業 對於中國大陸的這些公司 航號本身的金融制裁嘛 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德國的總理 外長不是一直強調嗎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權 抗拒拒絕接受這個經濟霸凌嘛 那現在美國就是經濟霸凌 中國大陸嘛 也在經濟霸凌伊朗 好 那中國大陸要開始抗拒了 要開始對抗了 那你要對抗的時候 你這些原油要開始從伊朗運出來了 你想想看伊朗的郵輪 要開始一勺一勺填滿油 然後要開始往中國這邊運 那個郵輪是中國大陸郵輪 對 中國大陸郵輪 那這樣的話就 美國就不敢動手了 但是還有一個目前來講 我們在推估的啦 這個我還沒有得到 比較完整的一個資料 就是說因為在巴基斯坦 不是有一個港口嗎 什隊港對不對 那它這個應該是什隊港嘛 它這個巴基斯坦 什隊港已經跟新疆已經通了 已經通了 那目前它有一段 是伊朗要到巴基斯坦這一段 伊朗到巴基斯坦這一段呢 因為原本伊朗有跟印度合作 就是接中間的一段 好像進展並不是十分的理想 那有沒有可能中國大陸 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就合作了 把這一段接過來 如果這一段接過來的話 那伊朗的更多的油 它就從這個油管運 陸陸的油管運 從陸陸的油管運 那還有海運的油管運 還有中國大陸的貨船 也都要過來的話 那你要確保這個港灣的安全 因為美國的主要的軍艦 都在這個地方巡航嘛 那美國前一段時間 有非法地逮捕了這個 伊朗認為它油已經出去了 對 委內瑞拉變成 委內瑞拉接手了 但是那個油被美國人扣走了 所以被美國人扣走 可是如果就海上的貿易來講 應該有兩種看他們簽哪一種協定 一種協定就是我交到你手中 通過海關 那就是你的事了 對 一種就是我出了 那就是你的事了 那看他們簽哪一種協定 那現在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俄國跟伊朗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地方舉行軍演 展現他們的力量 因為中國大陸在那個地方 極不抵有軍港 所以他就近的這些軍艦 就可以過去那邊進行演練 我覺得這個是在向美國 相關的國家來展示 就是說你如果要進入港口的封鎖 或是要干擾這些進程的話 中國 俄國跟伊朗有能力排除 這些美國的干擾 我看到他這邊講的 你看剛剛賴庸講的商船 可是你看他這邊用到字眼說 發生衝突是與敵方的 航空母艦的部隊作戰 等於他在升級 就是除了商船以外 你比如說 一定的 因為美國就是用航母 在這個地方來做巡弋嘛 對 所以現在看起來會有 區域是這樣 但是另外一點就是說 剛剛講說F-35 可能會有兩打部署在中國大陸 可是從差不多時間點 其實我要問一下 殲20這邊也傳出來 殲20現在艦指的是F-22 它是說它的發動機 現在已經有一個升級改良 對 是什麼中國 殲20是這樣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開始量產 殲20當初的設計啊 我們把它稱之為空中堡壘 也就是說它並不是用來設計 空中纏鬥用的 因為它的機體比較大 它的運載量比較大 然後它大部分的武器是掛載在腹部裡面 當然它有外掛可以外掛到各四枚左右 有人說可以到六枚這樣子 就是各兩枚啦 那有人說是各三枚 那但是外掛基本上你就容易被雷達偵測到 所以它通常就是先外掛 打完了以後就用肌腹內的 那為什麼我們說它是空中堡壘 也就是因為它的這個雷達的造勢面很長 然後它本身的載運量很大 然後它隱身性強的時候 它是等於是比較在遠的地方就可以進行攻擊 而不用說到很接近你的時候再進行攻擊 所以它對空對地或是空對空的一個攻擊的時候 它是可以比較遠距離的就可以打了 這就是殲20的一個特點 所以那它過去在發動機這個部分要依靠的 就是俄羅斯的發動機 那由於這個發動機很重要 而且它是用雙發動機 雙發動機的話也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發動機故障 你還有一個發動機可以用 這個是雙發動機是可以確保 它的這個飛機本身的安全 像我們是單發的話 我們的發動機只要一出問題 你的故障的話這個發動機就比較不行 那但是一般來講 有時候會用單發的發動機是代表 它的引擎的設計就更強大一點 夠好 對 對 就更好它可以用單發 那雙發跟單發都有各它的 有它的各個個別的優勢 一但因為這一次會特別強調 渦傘15是因為 中國大陸已經突破了這個發動機的技術 自己有了 那就不用再依靠像俄羅斯的一個採購 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發動機會突飛猛進 你看會突然間 這段時間內像噴警一樣衝上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是 烏克蘭的工程師的貢獻不少 烏克蘭的工程師 對 烏克蘭的工程師 我覺得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在崩解的時候 中國大陸援览了非常非常多的 烏克蘭的工程師 那據我們的了解就是 應該在陝西左右 應該在陝西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有幫烏克蘭的工程師 整個造一個鎮 就是跟他在他們家住的 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他的家屬 太太小孩 都可以到這個地方 也有學校 所有他的生活的機能非常完備 吸納的人才 所以這些人才就不會 而且中國大陸的態度就是說 你可以永久在這個地方 你不一定要回去了 那這個跟韓國不一樣 韓國就是我們台灣 在當初經過號戰機 做完了以後啊 因為李登輝沒有遠見 李登輝沒有遠見 我們一下子買了這個60架的 幻影幻下2000 一下子買150架的F-16 又生產IDF 所以我們的飛機一下子飽和 那你IDF的訂單就沒有了 那你訂單沒有了以後 你後面因為你的飛機 一下買太多嘛 坦白講這是蠢到極點 這個我們台灣啊 把台灣搞掉的都是這些人 就變這些高科技的工程人 就沒辦法做就倒進不去了吧 本來你的武器裝備的 你要考慮到你 你的人才的培訓不容易 然後你要很有節奏的 像日本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嘛 日本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本身的武器 他在國內的需求有限 所以你看他的一次兩艘 兩艘 兩艘這樣子 他就可以把技術人才一直維持住 我們的李登輝呢 一下子你看我剛剛一算算了多少 他等於是20年30年不用再買飛機了 那你這個工程師怎麼辦 你科技家怎麼辦 就被韓國人吸納掉了